HELLO 各位歡迎收看 《穿梭日文王》 小禮物比我強 今天的這一集請說 很多小朋友 而且很華麗 好不好 廢話不是說 馬上來看今天一段 《穿梭日文王》 Let's go! OK 首先第一位呢 韋韋小少爺好不好 他帶來的是這個... 蘭鐸 唉唷 裡面有開120 我個人覺得玩操作角色 建議一律開120 好不好 騙個招 裡面有個人 躲 你應該是很好打他的 躲 欸 機操 還行 OK 唉唷 你們的不錯 喔喔喔喔喔 哇操 沒東西 我剛剛想說 喔 蘭鐸 還好 這幹什麼東西 屁 跳 漂亮 哇操 哩 欸對面那個 唉唷 你應該死 你剛之後應該死了對不對 欸漂亮 你的這個屁股可以 我靠 預判 可以喔 但我看得出來 這是你小號對不對 剛剛那個清流韋韋 應該是你的本號 清... 因為我看這個對方的反應 看起來是沒有反應的 不過我覺得你的操作 非常好 你應該反靠水灿吧 對不對 NICE 可以 欸 好 移屁 Ew 接接接 走了 走了 我一夠吃囉 XD C 手賣 電掌 玩 ression C,二技能就好了,掰掰 對,我快撐不住了 可惜,他最後還送死 這個對面偏送頭 閃得漂亮,閃得很漂亮 不得不說,第二段嚇到我 這個應該是你本號對不對,我應該沒猜錯吧 我應該沒猜錯吧 這個轉進去真的讓我嚇一跳 因為他這個轉之前呢,其實 他先疊標,有沒有 他先疊標,然後他這裡直接用走位 走掉,然後走掉 然後他就發現對面沒招了,直接大絕信息 轉慢,一個轉五個 真是爽 這個畫面很療癒啊 不過我覺得是有操作的,尤其是這個預判 他就直接預判了這個 熊貓被他拿捏著死 有看到嗎 全部他想二技能的位置 全部都被想到了 還不錯 第一位這樣子 這個轉轉轉轉,我很喜歡 就是那個 這裡 好爽喔 真的好爽喔 其實我最近在想,不知道有沒有人測試 可是我用了之後我覺得很還好 就是有點卡裝 就是我這邊在想 泰雅如果配那件裝 不知道怎麼樣,你知道嗎 就是新版的那一件 那個可以讓你有點類似弱化的那個 就減傷了那把刀 我就在想 如果我這樣子轉過去 然後又可以 再按個清醒 然後我這樣子就死亡數會比較少 但是我自己測起來好像 目前測起來我還不知道 就是到底要擺在哪一邊 因為他有點卡裝 你知道嗎 之後可能測完之後 真的可以用再跟大家講 目前 還沒有用出一個 用出個東西 雖然是有打到不錯的數 但是 我覺得實用度 就是偏還好 對 可以看下面一位 好的第二位呢 他說 他是13歲的弟弟 然後他這個是怎樣 等一下 喔喔喔 煞家 然後 傳說戰力有 9000分 這個是全服嗎 這是全服嗎 超華麗煞家 這個是全服嗎 你還會去背喔 好 好 OK 我看一下 他你那個 為什麼要贏 為什麼 蠻華麗的 蠻華麗的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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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 唉唷 唉唷 死了 nice 然後吸完再進 漂亮 唉唷 可以 唉唷 準備起飛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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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靜喔 弟弟 你真的13歲嗎 你太冷靜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唉唷可惜 但是我覺得你做得很好 你這個伊凡 反伊閃 然後再大絕接上去 有點帥 帶走 有點帥 尤其這波我覺得有點帥 這裡喔 我覺得這裡在各種躲 你有沒有看到他在躲對方的招 他已經預判這個 他一開始在這邊嘛 所以葉娜一定打 他已經預判到對方了 葉娜直接打他這個 原本這個位置 他直接躲下來 然後再躲 這一段就很完美 整個把對面躲得濕濕的 雖然看起來有點像是 多餘的動作 但是我覺得 你知道嗎 就是他這裡其實是 他伊凡人是往左邊丟 他是往 這個人叫做什麼 極左派 極左派 他往極左派這個位置丟 然後再瞬移往前 就立刻改變了這個軌道 對方就 怎麼會這樣 唉唷 然後這裡也很冷靜 有沒有 他在等 他在等 他已經 他應該是進場前已經看到 對方有帶一顆凝霜了 這裡也是一樣的 但我是覺得 這裡就有點沒必要 再加一個伊順 我覺得你就直接飛過去 他應該就死了 華麗歸華麗 但是呢 怎麼樣 有時候還是要 要怎麼說 比較實用一點 可以省一個招嗎 可以多省一個順 舒服的 好不好 繼續來看下面一位 OK 等一下看不到你名字 你有沒有那麼虎啊 我看一下 OK 他叫 OK 然後我們的選劍人員說 這是我看過最努力的小丑了 確定耶 小丑現在不是那個嗎 夜賽毒藥 呵呵呵呵呵 嗯哼 先帶走毒藥射手 唉唷 會三指操作不錯 有點LAG 有點LAG 可以暫停嗎 不行 好 那融進了 怎麼辦 漂亮 怎麼辦 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龍達塔 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 我剛看到了 一個最佳第六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剛看到一個最佳第六人啊 等一下再跟你們講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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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開大,然後轉過來二技一技 好,直接帶走,對不對 結果他的二技 我在猜啦 他應該是直接按自動施放 就是自動施法 我在想到這 打小兵了,哥 然後這個一技應該也是隨便 他應該是用點的啦 我在猜,應該是用點的 所以才會導致變成這樣 因為他如果把那個小丑給帶走的話 其實遊戲結束了,你知道嗎 就這裡 如果他有成功把這個小丑給帶走 然後因為 菲類的復活時間還有9秒 光是把那隻龍 就是輕鬆帶進去那個 那一些兵清不了 那一下子那個塔點點點沒幾下 那個龍點幾下 凱撒點個幾下 那個小色 那個什麼 紫色砲兵點個幾下 那塔剩那一點其實 其實一下就沒了 好不好 那必須說這個小丑 超兜還是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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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對方給了機會 OK 那有什麼 哈哈哈哈 怎麼太高評了 哈哈哈哈 好啦 所得漂亮 但是呢 對方給機會了 好不好 對方 有點懶蛋 呵呵 那隻克里希 失誤的偏嚴重 呵呵 不要跟小米妹 OK 第... 忘記第幾位了 全服最強悟空 他是 璀璨的玩家 OK 他叫做什麼 何謂 單線貫穿 來 看一下全服 OK 等一下 我看一下你戴什麼裝好不好 我看一下 你看 嗯 嗯 嗯 莫托你敲不了 哥德爾可以敲 颯家 敲不了 因為他有凝霜 而且他要有 他其實蠻硬的 是颯家 半魔攻半坦可以行 然後錦 可以敲 荷里納卡 也可以敲 只要有死神 你可能會被反殺 OK 啊你們為什麼 你們為什麼其他隊友這麼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來看一下 前面兩隻你都可以敲 借位 漂亮 喔呦 你敲好快喔 欸這不行吧 這敲得動嗎 OKOK 他只有一個人的話就可以了 哇靠 射球 欸 啊這 哇 我嚇到欸 你反應太快了吧 國二 屁啦 你國二 國幾歲啊 欸 13歲 13歲是 上大學 不對不對不對 18歲上大學 要靠要13歲 13歲是上 國一嘛對不對 他這裡就是先用借位 有沒有 一技能出去 然後借位 二技能 然後大學 速度快到 你以為他是先二 你看 借位 然後就直接二技能出去 棒棒 然後大學 很快啊 你再看一下 那個出棒的速度 一技能出去 然後譜二 譜二譜大 哪 然後一譜 然後這個就是簡單的把人家留死 然後他 我真的不知道你怎麼反應到的耶 好猛喔 他哪裡露頭了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那個甲蟲哪裡露頭 看一下喔 我現在一直盯著那個小地圖 這一瞬間露頭你反應得到 他前面有露頭嗎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大概一次 OK 前面不知道甲蟲在哪裡 他先蹲進來 好險你這是第一視角 接完 然後知道莫托斯一定在中草嗎 因為剛前面有資訊 可是目前還是不知道甲蟲在哪 就這麼一瞬間耶 然後這裡要借位 這個就可惜了 你被他凝霜騙了 沒想到他有一個凝霜啊 最後面就可惜 但是 你剛剛那個反應 我真的嚇到耶 再看一次 好流暢喔 棒棒棒棒 然後帶走 然後聲音就是 那個莫托斯就慢慢流嘛 反正你有紅 慢慢流慢慢流慢慢流 然後 再切 哇 你這邊真的反應太扯了啊 趕快喔 靠杯 怎麼反應到的 這是什麼 手術好快啊 我嚇到耶 哇 這個 必須 剪在我們秀池裡面啊 這個我嚇到啦 手術超級快 直接把他野刀給賣掉 然後換一個復活甲 把哭了杯開 然後再換一個 直人鐮刀 咬定 哇 這什麼東西 我剛剛到底看什麼 好鬼喔 你好強喔 你手術好快喔 怎麼會這樣 我嚇到耶 我真的被你嚇到 我剛剛 殺小 這什麼東西 就是 就是 我的天 這真的很快 甲蟲 你在亮那個時候 那個甲蟲試出來 一瞬間就這樣 就切了 哇 厲害 這個精華我喜歡 好不好 繼續來看下面一位 哇 今天這個應該是 最猛的 這應該是最猛的 好,最後一位,來 看一下 906 哇靠,你超級順風欸 叫什麼 三田信奈 三田信奈 OK 哥 俄普 帶走 財 時間斷了剛好 嗯哼,切妝,凝霜,換... 喔 幹你XXX 你以為有bonus 靠杯喔 你們看不到那個公眾裡面打的標題對不對 要不要你上面打 你以為喔 你以為喔 靠杯,是bonus啊 我想說 我想說 欸 有很多東西欸 哇 秀爛欸 其實他很秀啦 其實他很秀 秀中總是會帶一點 小失誤好不好 不是失誤啦 這不是失誤 就是 為什麼說 他明明就要按炎盾 你知道嗎 只是為什麼他被刮死 因為 美娜已經疊滿層了 然後轉下去直接增傷 直接爆開 咚 但是應該還是結束了 我個人認為 應該還是結束了 因為 再出來的人 都沒有那個清兵的能力 而且對方復活時間太久了 主要能夠清兵的那三隻 復活時間太久了 就 就 就 還是很秀 對啊 還是很秀 但是下媽 下次那個 再給我這樣子 是不是現在把我當 把我當玩具再耍 嗯 不然現在呢 公眾人在把我 把我當猴子再耍你知道 他現在就說 欸 欸 好猛喔 然後就 小小 好猛喔 怎麼中 哈哈哈哈 喝喝喝喝喝 喝喝喝喝 我覺得最猛的呢 當然就是那隻Monkey了 好不好 那隻Monkey 我心裡給他 他最後那個 那個反應真的是我嚇到 好不好 因為借位啊 然後什麼 接棒快啊 那個大家應該會 只是他能夠反應到 最後面那個 我真的是 有點驚訝 那就是個人操作能力 你懂我意思嗎 他的操作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速度非常的快 快到你有點覺得 喔喔喔喔喔 這這這 有點太扯了吧 那種感覺 啊對了 順便跟你們提醒一件事情啊 就是那個什麼 你們 傳那個 影片的時候啊 其實我們是知道 你們有在使用 聚集的 看得出來 好嗎 孩子們 你有使用聚集 我們是看得出來的 好 不過 叔叔的發言 好不好 就是那個聚集 根本就不是人在按的 那你們知道聚集嗎 反正如果不知道的話 還是不要知道會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那有點像作弊 那就是有點像 以前的那種 花鼠聚集按鈕有沒有 在玩現場的時候 按下去的話 七招零秒這種 砰 完全不用自己手動 他的遊戲就 不好玩了嘛 有點類似 有點類似一種 接技的外掛 他就是會自動幫你切啊 什麼挖勾的 然後就一瞬間 放一大會招 那種東西 就是有一些 特殊的手機可以設定 就是 那我個人覺得 不要這樣子 哈哈哈哈 不要這樣玩遊戲 好嗎 而且 也不要投稿這種東西給我們 因為看得出來 好不好 看得出來 你有使用那個東西 就是我們有陸陸續續有接到 然後看到我的眼裡 我也不想把你放出來 因為 我會直接講出來 所以我會直接說 欸 這是使用那個什麼 換歌的 就是丟臉 所以如果你是使用聚集的玩家 你也不用 你也不要來投稿了 心裡有數 有話 就不要來投稿 對 因為我們看得出來 那個是 有用 那也不算外掛 就是 輔助程式嗎 但我覺得那個東西 就是一個 外掛 好不好 以前在打信長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看這個開劇機有什麼好玩 就是 一接過 如果大家知道那個 信長的遊戲的話 你先輸出 接技 平均接技 七招是0.3秒 不是 平均是 0.4 左右 但是最快是 0.3 然後那時候呢 我覺得問題很快 然後後來就是 有 有人發明了所謂的聚集的這個東西 然後就是 它可以用在滑圖上面 因為那時候是屁型端嘛 它可以用在滑圖上面 然後你只要按一顆鍵 就可以 砰 那時候我同學示範給我看 我嚇到 按一顆鍵 然後 所有招子在噴出去 然後殺小 然後因為 那個什麼 以前在玩信長的時候 它可以開一個東西 就是看你接技的速度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 敵方接技的速度 到底多快 你只要看到那個 敵方招式 哇 前田慶次 什麼 使用了7個招式 然後0.000秒 幹 聚集 就開聚集了 你就不是手 你就不是手動在那邊接的 哇 好不好 各位記得齁 那個 玩手遊也不要開那種東西 公平性就影響了嘛 對不對 就不好玩了 好不好 OK 本期的轉角論網 如果各位喜歡記得按讚訂閱 小鈴鐺 順便幫你們解惑一些 可能你們還不知道的事情 喜歡的記得按讚訂閱 小鈴鐺 我們下期見 掰掰 今天我們下期 超級狗幹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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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